莫子 天智篇 原文 顺天意者 意正也 反天意者 利正也 然意正 将奈何哉 子莫子 言曰 处大国 不公小国 处大家 不篡小家 强者 不节弱 贵者 不傲贱 多诈者 不其余 此必上利于天 中利于鬼 下利于人 三利无所不利 故举天下 美名家之 为之圣王 子莫子 言曰 我有天智 辟若伦人之有规 匠人之有聚 伦匠之其规矩 以夺天下之方圆 曰 众者是也 不众者非也 今天下之弑君子之书 不可胜载 言语不可详继 上税诸侯 下税劣势 其余仁义 则大相远也 何以知之 曰 我得天下之名法 以夺之 一文 顺从天意的 就是义政 违反天意的 就是暴政 那么义政应怎样做呢 莫子说 居于大国地位的 不攻打小国 居于大家族地位的 不掠夺小家族 强者不强迫弱者 贵人不傲视贱人 狡诈的 不欺压愚笨的 这就必然上利于天 中利于鬼 下利于人 做到这三利 就会无所不利 所以将天下最好的名声加给他 称他们为圣王 莫子说道 我们有了上天的意志 就好像制车轮的 有了原规 木匠有了方尺 轮人和木匠 拿着他们的龟和尺 来量度天下的方和圆 说 符合二者的就是对的 不符合的就是错的 现在天下的弑君子的书籍多的载不完 言语多的不能禁忌 对上游说诸侯 对下游说有名之士 但他们对于仁义 则相差很远 怎么知道呢 回答说 我得到天下的名法 来衡量他们 莫子 上同篇 原文 夫鸣呼 天下之所以乱者 生于无正掌 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 立以为天子 天子立 以其立为位族 又选天下之贤可者 智立之以为三公 天子 三公既以立 以天下为博大 远国一土之民 是非利害之便 不可依二而明之 故划分万国 立诸侯国君 诸侯国君既以立 以其立为位族 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 智立之以为正掌 国君者 国之人人也 国君发正国之百姓 言曰 闻善而不善 必已告天子 天子之所事 劫劫劫之 天子之所非 劫劫之 去若不善言 学天子之善言 去若不善行 学天子之善行 则天下 何说已乱哉 查天下之所以 智者何也 天子 唯能一同天下之义 是以天下智也 译文 明白了天下之所以大乱的原因 是由于没有行政长官 所以人们就选择贤能的人 立之为天子 立了天子之后 认为他的力量还不够 因而又选择天下贤能的人 把他们立为三公 天子三公以立 又认为天下地域广大 他们对于远方一帮的人民 以及是非厉害的辨别 还不能一一了解 所以又把天下化为万国 然后设立诸侯国军 诸侯国军以立 又认为他们的力量还不够 又在他们国内 选择一些贤能的人 把他们立为行政长官 国军是这一国的人人 国军发布政令于国中百姓 说道 听到善和不善 必须报告给天子 天子认为是对的 大家都必须认为对 天子认为是错的 大家都必须认为错 去掉你们不好的话 学习天子的好话 去掉你们不好的行为 学习天子的好行为 那么 还怎么能说天下会乱呢 我们考察天下治理得好的原因 是什么呢 是因为天子能够统一天下的意见 所以天下就治理好了 莫子 公孟篇 原文 子莫子曰 问于儒者 何故为悦 曰 悦已为悦也 子莫子曰 子为我应也 今我问曰 何故为事 曰 曰 东碧寒烟 下碧鼠烟 事已为男女之别也 则子告我为 事之故已 今我问曰 何故为悦 曰 悦已为悦也 事由曰 何故为事 曰 事已为悦也 子莫子 未成子曰 如之道 足以丧者 四正焉 一 如已为天为不明 以鬼为不神 天鬼不悦 此足以丧天下 二 又后葬 久丧 众为官果 多为一亲 送死若喜 三年哭泣 福后起 葬后行 耳无闻 目无剑 此足以丧天下 三 又玄歌鼓舞 习为声乐 此足以丧天下 四 又以命为友 贫富 受邀 治乱安危 有己已 不可损 不可损 损 不可损 损 上者行之 必不听 质疑 为下者行之 必不从事已 此足以丧天下 一文 莫子问一个儒者说 为什么要从事音乐 儒者回答说 以音乐作为娱乐 莫子说 你没有回答我 现在我问 为什么建造房屋 回答说 冬天必寒 夏天必暑 建造房屋也用来分别男女 那么 就是你告诉了我 造房屋的原因 现在我问 为什么从事音乐 回答说 以音乐作为娱乐 如同问 为什么建造房屋 回答说 为了建造房屋 而建造房屋一样 莫子对承子说 儒家的学说 足以丧亡天下的 有四种 一 儒家认为 天不明于事理 认为鬼不灵验 天 鬼神不高兴 这足以丧亡天下了 二 又加上 后葬久丧 做几屋 做几层的套棺 制很多的衣服 被子 送葬 就像搬家一样 三年浮丧期内 哭泣 别人扶着才能起来 拥了拐杖 才能行走 耳朵听不见声音 眼睛看不见东西 这足以丧亡天下了 三 又加以 玄歌 击鼓 舞蹈 以声乐之事 作为长喜 这足以丧亡天下了 四 同时又认为有命 说贫困 富裕 长寿 夭折 治乱 安危 有一个定数 不可增减变化 统治天下的人 实行他们的学说 必定不去从事政治了 被统治的人 实行他们的学说 必定不去从事生产了 这足以丧亡天下 莫子 公书篇 原文 公书般 未处造云梯之谢 成 将以公颂 子莫子 闻之 弃于齐 行时日时夜 耳智于影 见公书般 公书般 公书般曰 夫子和命 焉为 子莫子曰 北方有五尘 愿戒子杀之 公书般不悦 子莫子曰 请献时金 公书般曰 无意 故不杀人 子莫子 起 再拜 曰 请说之 无从北方 文子为梯 将以公颂 颂何罪之有 经国有余于地 而不足于民 杀所不足 而争所有余 不可谓智 宋 无罪而公之 不可谓人 知而不争 不可谓忠 争而不得 不可谓强 亦不杀少而杀众 不可谓知类 公书般服 子莫子曰 子莫子曰 然 忽不以忽 公书般曰 不可 无既以言之亡矣 子莫子曰 胡不见我于亡 公书般曰 诺 诺 一文 公书般 为楚国 建了云梯那种器械 造成后 将用它攻打宋国 莫子听说了 就从齐国起身 行走了十天十夜 才到楚国国都 颖 会见公书般 公书般说 您将对我有什么吩咐呢 莫子说 北方有一个欺无我的人 愿借助你杀了他 公书般不高兴 莫子说 我愿意献给你十亿黄金 公书般说 我奉行义 绝不杀人 莫子站起来 再一次对公书般行了拜礼 说 请向你说说这义 我在北方 听说你造云梯 将用它来攻打宋国 宋国有什么罪呢 楚国有多余的土地 人口却不足 现在牺牲不足的人口 去掠夺有余的土地 不能认为是智慧 宋国没有罪 却攻打他 不能说是人 知道这些 不去争辩 不能称作忠 争辩却没有结果 不能算是强 你奉行义 不去杀那一个人 却去杀害众多的百姓 不可说是明智之辈 公书般服了他的话 莫子又问他 那么 为什么不取消 进宋宋国这件事情呢 公书般说 不能 我已经对楚王说了 莫子说 为什么不向楚王 引荐我呢 公书般说 行 莫子 非公篇 原文 今踏夫 好公伐之君 又是其说 以非子莫子曰 以公伐之为不义 非利物语 西者 与争有苗 湯伐节 五王伐咒 此皆立为圣王 是何故也 子莫子曰 子未查 无言之类 未明其故者也 彼非所谓 彼非所谓公 未诸也 西者 三描大乱 天命 吉之 日妖消出 浴血三朝 龙生于庙 犬 犬枯忽视 下兵 地彻集权 五谷变化 民乃大震 高阳乃命悬功 与亲把天之锐令 以征有苗 四殿又底 有神 人面鸟身 若紧以示 恶师有苗之祥 苗师大乱 后乃遂己 于 济以客 有三苗 淹磨为山川 别物上下 轻至大吉 而神民不伟 天下乃静 则此语之所以 争有苗也 义文 现在 一般喜好功伐的国君 又辨识其说 用以非难莫子说 你认为 攻占为不义 难道不是有利的事情吗 从前 大禹征逃有苗事 汤讨伐节 周武王 讨伐咒 这些人 都立为圣王 这是什么缘故呢 莫子说 你没有搞清 我说法的类别 不明白 其中的缘故 他们的讨伐 不叫做公 而叫做猪 从前 三描大乱 上天下命 猪杀他 太阳围摇 在晚上出来 下了三天血雨 龙在祖庙出现 狗在世上哭叫 夏天水结冰 土地开裂 而下即泉水 五谷不能成熟 百姓于是大为震惊 谷地高扬 于是在玄宫 向雨受命 大禹亲自拿着天赐的玉符 去征讨有苗 这时雷电大阵 有一位人面鸟身的神 宫谨的势力 用剑射死有苗的将领 苗军大乱 后来就衰微了 大禹既已战胜三苗 于是就划分山川 区分了事物的上下 节制四方 神明和顺 天下安定 这就是大禹征讨有苗